近日,一则关于袁洪的趣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讨论。 袁洪作为中国内地的知名演员,不仅在荧幕上塑造了多个深刻的角色, 在生活中,他对待家庭的态度同样赢得了观众的赞赏。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,袁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直接倒掉了母亲主的藕汤。 这一行为背后的意义,让人们对婆媳关系的处理有了更深的认识。 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,婆媳关系往往是家庭和谐的难题之一。 然而,袁洪的这一行为,却反映出了他对妻子的坚定支持, 以及对婆媳关系的现代处理方式。 据了解,袁洪之所以倒掉藕汤,是因为妻子张欣义对藕汤过敏, 而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煮了这道菜。 这一事件虽然看似微小, 但却体现了袁洪对妻子的细心关怀和对家庭和谐的重视。 他没有选择隐瞒或妥协, 而是选择了直接而坦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 这种处理方式, 不仅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婆媳矛盾, 也展现了他对家庭责任的担当。 袁洪的这一行为,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与妻子之间深厚的感情基础。 在娱乐圈中, 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尤为重要。 袁洪和张欣义的婚姻生活一直以恩爱著称, 他们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许多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 此外, 袁洪的行为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婆媳关系处理方式的思考。 在现代社会, 传统的婆媳关系正在逐渐被更为平等和尊重的新型关系所取代。 袁洪的做法正是这种新型婆媳关系的体现。 他通过实际行动, 支持妻子, 尊重妻子的感受, 同时也维护了家庭的和谐。 在这一事件中, 袁洪的母亲也展现出了开明和理解的一面。 在得知情况后, 他并没有责怪儿子, 而是表示了理解和支持。 这种宽容和理解, 同样对于婆媳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。 总的来说, 袁洪倒调母亲主的偶堂这一行为, 虽然看似简单, 但背后所体现的却是对家庭和谐, 夫妻关系以及婆媳相处之道的深刻理解。 这一事件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袁洪作为丈夫的责任感, 也让人们对于如何处理家庭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。 这一事件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袁洪作为丈夫的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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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洪作为币�